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一把剪刀的塗層 對於它的不沾膠能力影響的多大 那首先中間這一把是完全沒有塗層的 我們便利商店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剪刀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目前是完全沒有沾膠的 全新的剪刀 其實現在使用起來是非常的銳利的 然後右邊的這一把呢 則是現在我們房間蠻流行的 這個鈦合金的鍍層 不過看起來這一層肚膜不是很厚 因為其實有點顏色不均勻 那 就這一款呢 就是我們Borella的不沾膠剪刀 可以看到 我們 美國原廠杜邦的鐵芙蓉 杜磨杜得非常漂亮 那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用的膠帶 就是一般的文具膠帶 那我們的文具膠帶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進行直接的剪切 然後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剪切幾下 會造成一些殘膠的產生 那我們估計是50到100下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們首先先剪的50下 50下之後呢 我們直接可以看到 這把剪刀上面雖然是有一些膠帶 然後可以看到 是已經有一些些的殘膠產生了 這也使得 剪切起來會有點 就是沒有像開始這麼力了 就是把剛剛的膠帶已經拿下來了 但是因為上面有殘膠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力 然後我們如果用衛生紙擦 其實 可以發現是擦不太掉的 大家可以看到殘膠其實是 有點嚴重 那也沒辦法 因為這是完全沒有任何塗層的剪刀 那接下來呢 這一把 是 是 鈦合金的 好100下 那100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是微微的有一些殘膠 但是殘膠的 可以看到 它殘膠的 範圍的確是 比沒有coating的 好很多 但是其實 這樣已經不是很好剪了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要來測試一下 我們 Gorilla的剪刀 它的不殘膠能力 我們就開始 一樣 好 我們現在已經剪了100下 100下結束 可以看到 完全沒有殘膠 我們用 我們用 甚至去擦 沒有任何的殘留 因為根本沒有殘膠 這是它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繼續往下剪 100 100 好像 好像感覺是有沾到 是不是 但是 一拿起來發現 還是沒有殘膠 一樣 銳利如新 我剪完了2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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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帶是黏在上面的 但是 輕輕一拉 不殘膠 不殘膠就是不殘膠